Salut les amis 歡迎收看飲食有法 朋友的有 嚴嚴夏日 想吃法國菜又不想那麼肥膩 有什麼好選擇? 有 法國南部有一道名菜 叫做 La Pondade 中文譯名是奶油落雪乳 應該是理想的選擇 它的做法不太複雜 不過今次先講講它的故事 之後才介紹如何做這道菜 上網找這道菜的資料 會發現它除了可以簡單地叫做 Pondade之外 還有兩個更長的叫法 一個是 Pondade de Montreux 另一個是 Pondade de Gabillaud 三者的分別是什麼呢? 那就要先從歷史講起了 眾所周知 法國南北都有大海 北邊的是大西洋 南邊就有地中海 而從十六世紀開始 北邊的漁民開始去北大西洋 進行深海捕撈 漁獲最多的就是雪乳 當時因為還未發明雪櫃等等的冷凍設備 要將捕獲的雪乳保存 唯一的辦法就是曬乾和用鹽鹽 也就是將雪乳變成鹹魚 而這些雪乳因為有這樣的處理過程 因此就得出了兩個名稱 新鮮的時候 牠們叫做 Gabillaud 醃成鹹魚之後就變成 Mauru 說到這裏大家會留意到一點 就是雪乳是北大西洋的產物 為何會成為法國南部的名菜呢? 原因很簡單 就是葉鹹魚所需要的鹽 主要產地在法國南部 因為那裏陽光充沛 於是北部的漁民打雨回來之後 就用漁獲和南邊的人交換他們的鹽 因此鹹雪乳也成為法國南部一種常見的食材 到了十八世紀後期 南部城市Nim尼姆的一位美食家 創出新食法 將鹹雪乳的肉和大蒜壓碎 然後加橄欖油和牛奶 攪拌成魚蓉 用來踩麵包上吃 據說這個食譜在1786年首次出現 之後有名廚將它推廣 於是從1830年代起 這道菜就逐漸出名和流行起來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這道菜可以簡單地叫做Pondard Pondard在南部的謊言中 意思是攪拌 但亦經常被法國人叫做Pondard de Nîmes 或者Pondard de Mouru 因為它是首創於尼姆 同時又是鹹魚 再到後來 法國有餐廳就認為 可以用這道魚蓉來造成菜餃 方法就是加入其他蔬菜 特別是薯仔 於是Pondard就成為很多餐廳的菜式 而採用內容亦都變得多元化起來 值得一提 雪魚本來很便宜 但到了1950年代 由於布留設備的改進和創新 漁民打魚效率大幅提升 雪魚因此亦都因為被過度布留而收獲銳減 價格亦都不像以前那麽大眾化 變得越來越貴 再加上冷凍設備的出現和普及化 漁民不再需要將新鮮的雪魚變成鹹魚 Mouru供應亦都越來越少 這時候法國做這道菜 多數不會用鹹雪魚 而是用新鮮雪魚 如果繼續維持原有的Pondard de Mouru的叫法 即是攪拌鹹雪魚融 便有些名不符實 於是便出現了Pondard de Gabille的叫法 這樣才符合實際 同時亦都解釋了我在開始時 說這道菜有三個叫法的原因 這道菜的故事講完 接著便會做一次和大家交流 但因為我並不依從主流的方法去做 因此在之後會再拍一段視頻 討論一下我的做法 以及為何這樣做 有興趣的朋友請注意 今次就講到這裏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內容 記得訂閱 到此為止